明天全国会有超过2100万人出门履行公民责任 大选结果将决定我国未来五年的执政党或者是执政联盟 看求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 今天呼吁国人保持克制 冷静投票 不管结果如何 全民的生活将维持和谐 四脉今天在彭亨白乐选区出席活动后告诉媒体 竞选期间国内没有发生任何挑衅和不愉快事件 这展示了国人的政治成熟 他呼吁民众保持处变不惊 不要重演往届大选后的黑衣游行和煽动情绪事件 国阵海报南海也提醒选民 以各政党的执政经验作为判断的标准 投选能为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的阵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